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社区住将近50年 那因为职业的关系就早出晚归 又长得不好看 对人际关系就有点逃避 所以变成一种很独立孤僻 不求人也不跟人家接触的一个怪人 那因为自己交境思雨 那么词记里面有一句说 新美看什么多美 想到自己 为什么看人家都不跟人家打招呼 就是因为自己心不够美 前眷区新房子盖好以后 每个下来楼梯都会碰到人 从那个时候才开始打招呼 尤其是参加词记以后 让我有机会走出去 也去富足 走出去 真的像上人所做的 新开运就来 福就来 社区有五六十个志工 大家都会去扫街 或者是扫我们三个公园 上人讲的 我们持续要落实社区 要把自己在持续手学的理念 也跟社区的人分享 尤其呢 付出五手球 当你在付出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很快乐 到持续来是探华语的 那我们要把这个华语推广出去 我做到76岁我就觉得 我觉得我新年轻啊 竟然我是做到最后一口气 我觉得最好是能够这样子 像睡觉一样的 就回家了 这个是我求的 最大的愿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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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